他们通过这种模式,到了中国,他们改变了他们自身的这种经营,这种较劲 我向咱们海尔,我们在这边的发展是什么? 我们所谓这样,山羊的整个有200年的开发团队 这个都进入海尔的,他成为海尔的公司了 在行业,这些人才和开发水平和当社技术水平都是在行业里领先的 海尔,面对日本市场,如果我们从开始建研发团队的话,那是相当的有了 所以海尔呢,有了一些产品,有了冰箱的最行业领先的技术,还有这些人才,还有一些质量管理体系 这个也是挺重要的,看上去是一个软的东西 但是海尔当成立的时候,就学过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一个整个的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的体系 整个全流程的 所以说,这个对海尔呢,不只是一个产品上的一个不强 而且整个体系上,尤其是质量铁运河,哈尔集团是非常重视的质量 大家都知道,张宏在八十年代不合格产品已经吹砸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真的要把这个质量上市上来 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的那个供应链体系的强化 那时候就是在中国的,在云附件的生产啊,什么这些方面 还有一些弱小的,一些短板,也不能完全实施 因为这样呢,整个体系上,我们得到一个提升 我觉得这个也是海尔得到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从02年,海尔产品进入日本 到07年的高端的技术和产品的强化呢 那海尔在日本市场的这个发展呢 也从过去的缝隙产品,一下到了高端产品 这个竞争的语言也可以调到的 嗯,所以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 这个,我们这个是合作对点树公司产生的供应效果了 第三个阶段,我们就把山羊的这个白色家电就签并了 买过来了,从100%的哈尔兹公司了 包括了丁香洗衣机,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商用洗衣机 就是Hoyland这个 这个它的一个大的背景 三羊它,为什么它最后走不进去 嗯,其实呢,在这个07年,我们这个合资阶段呢 觉得非常好的效果 08,09年,我们就开始探讨 共大全面合作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三羊确实进入了这个经营不增的状态 嗯,其实在10年,它是在其他方面出了很多 嗯,它白电也下降了,白电也下降了很多 但是,它总希望在白电上中和哈尔兹公司 能把它振兴起来,好起来 因为我们冰箱做得很成功了嘛,这种模式 嗯,所以想做起来 对,结果呢,因为其他整体唱的说法 一个六七十年的期间 可能也面临着很多改革的阻力啊,也没做起来 那最后这个,实际上在10年的时候 三羊呢,就没有给了松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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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我们其实第三阶段的截兵 我们不是去截兵了三羊 对,事业是原版的三羊 但是我们不是从三羊截兵过来 我们从松下截兵过来 嗯,松下那边是为什么它能放呢? 其实,嗯,三羊这部分事业 这部分,当时松下揭兵三羊啊 一个是三羊有几个很强的项 但是这几个强项并不是哈尔法家的地方 比如说太阳能啦,太阳能电池啦 还有这些,他们当时的太阳能这部分的 热农转化率也就是全球最高的啦 还有一些参与汽车方面的一些产业啦 这些都是松下很看重的 当时他作为制造基地 他的手机制造全球最大的 我们都不知道而已 他都是,还有这个电视的制造 都是很强的 但是呢,这个松下呢 就是总共埋了以后呢 白天再会,对松下来说呢 是世界锦上添花吧 他的这个严谨的基础也有 在加上呢,可能对松下来说 他也要面临着一个 三羊的人和事业进来的时候 对他也是一个整合 整合也是一个成本 他这个时候他也很头疼 还有一个取手就一直对他了 所以,其实他整合一个产业 图资要很大了,他买了这个产业就很大了 当时我印象就花了七千个亿 那在整合这一部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的团队吧 最后因为和河尔的这种合作 再加上确实有一大部分的赡养员员就说 我不去收拾 他不愿意去这种现象 最后因为和河尔的前面的比较好的状态 最后我们就从松下里面把这部分拿出来了 这个过程是挺历史的一个 这个是1112年 我们这个项目从11年上半年开始排 12年1月份就纠葛了 这也是又一个新的台阶 就是第三我们在日发展第三个步骤 那么这个第三个步骤实现了功能 对我们河尔在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三样的摆电飞箱洗衣机 还有这个商用洗 这些的开发团队生产机器产品全有了 那我们的专利拿到了1280多箱 还有一个呢 把这个日本和东南亚的产业全部做到结冰 所以东南亚的工厂市场 这样的话最后形成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形成了哈尔在亚洲的一个机器 形成了有两个研发公司 四个工厂 六个市场的国家的市场 在这样一个结果 东南亚这一遍 都拿过来 因为东南亚三阳比松下什么这些企业都做得早 三十多年了 他们在那儿的工厂 长的也都像那个越南工厂都三十年了 哦 越南工厂也经营 嗯 对 呃 越南工厂那是经营的很好 嗯 这个也是市场第一 因为第一工厂业经营的难过 泰国工厂比较差 嗯 在三阳那儿 十九年建立了工厂 一次游离都没有过 啊 就是嘛 直到 后来 到了哈尔呢 也是哈尔的供应链的强大 在这个市场的基础那儿 第二年就游离 这样了 所以我们和三阳这个监聘呢 其实 从今天来说 我们这部分基本上是北花上的崇拜坛 一个亿美金 一个亿美金啊 一个亿美金啊 我们知道的可能是 比如说 美滴煎变动质 这花几十个亿的美金 哦 不是 一个亿美金呢 两个小 两个研发中心 四个制造基地嘛 六个国家的市场 哦 这样的 这样的 词严重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缺点 那时候就是 我们没有把它的整个 体系煎变过来 嗯 我们就是选择性的建立 只是我们需求的 需要的部分拿过来了 因为如果你把整个体系拿过来 那个负担的整体和成本 是相当 相当高的 如果这样 这样的话就我们和一般的 难了一点 就是说 你需要的部分你拿到了 有选择性的 可以几乎的部分拿来了 但是你需要的部分要 在我们最短的时间里 不强 它这个体系建筑 这也是我们 比较大的课题吧 但总而言之 这种结果呢 使得我们 在整个 日本的东南亚的 这种 构家的布局呢 影响得一个非常好 所以现在我们 哈尔品牌和阿华品牌 两个品牌 在日本是双品牌另做 而阿华品牌也成为哈尔全球 其他品牌之一 这样的 嗯